但是其实呢 这美日韩这次的峰会 刚刚我们就有列出来几个 这是这个坎贝尔 他们自己在CSIS访问的时候 他自己说的 那可以看到很多都是跟军事有关 所以呢基本上很多人都在讲 他是不是本来想要在东京 设一个北约的亚洲办事处 然后失败了之后呢 现在把美国、日本、韩国 这三方会议变成一个什么 亚洲小北约 这个当然是中国这边 他们非常防的一件事情 所以现在呢就有报道出来说 他们其实紧盯的是什么 紧盯的是他们对于台湾议题的措辞 原因是因为呢 之前在华盛顿宣言的时候 其实尹熙悦对于这个台湾问题 或是中国这边商官的 社官的议题 基本上他是蛮谨慎的 用字基本上都是很小心 但是现在加了一个日本 加了一个美国进来之后 他还能维持他原本的一个态度吗 那学者的讲法是说 基本上这次三方合作就是要 不让中国挑拨离间 知道说呢其实每一个国家 有他们所谓的政治经济的利益 不太一样 可是不能让中国在这当中做文章 然后朝鲜现在有动作了 因为其实呢韩国加入这个 他很明确他就是希望什么 更多导大哥可以保护我 那现在呢金正恩说了 是不是要打点日韩峰会呢 原因是因为他们呢 要来打算最近近期要设洲际弹道飞弹 那是时间点上面 就是会在峰会期间吗 哎不知道 但是哦 也就在今天拜登突然之间 透过白宫讲 我愿意跟金正恩见面 哎必须要知道 拜登上任到目前为止 基本上朝鲜这边 他是哎 也蛮强硬的 那川普时代呢 跟金正恩这些交情交往 则是相对的比较好 至少见了两次面嘛 您觉得在这个时候 拜登释出这样的一个讯息 他的想法是什么 因为用不下去了 很简单 以前川普刚开始很硬 后来发现不行 所以有一次不是安排在 新加坡跟金正恩会面吗 可是啊这一老一哨 好像见面了说 相谈不是很愉快啊 只有这个川普还说 不吃饭啊我回家 两个都是任性的宝宝 都是任性宝宝 当然这种这么复杂的问题 什么可能一次会议就解决了 这个是可能性是很低的啦 那北韩的问题 基本上就是南韩的问题 也是日本的问题 当然更是美国的问题啊 所以对于北韩的手上有核主器 有洲际弹道飞弹 有短程飞弹 有中程飞弹 尤其是中短程的飞弹 对日本来讲是个很大的威胁 但对韩国不用飞弹就可以威胁了 因为他从这个38度线啊 打到首尔40公里 40公里就是基隆打到台北啊 很近 对啊 火炮都打得到 根本不用什么导弹 而且韩国的最大的麻烦 他们在大首尔地区啊 大概就集中了将近五分之一的韩国人口 而且有三分之一的GDP 就在大首尔地区 对 所以首尔是一个 又大又脆弱的一个政治体 那你北韩当然恐吓 就会有一定的效果 所以对南韩来讲的话 硬也不是软也不是 有时候好 我找一个比较硬的影席月 可是民意又开始软了 然后这个软到一定程度呢 好像不能让北韩一取一求 又开始硬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说 南韩是很彷徨 他真的拿北韩不晓得该怎么办 那他们有对寄望一说 那你中国可不可以帮帮我忙 那中国刚开始真的有帮忙 六方会谈嘛 对吧 对刚开始有帮忙 可是你当时的南韩 又跑去跟美国说 那我要搞萨德导弹系统 萨德的防御系统 基本上哦 他不只是能够监视北韩的导弹 还可以监视中国 东北大东北地区的导弹 那中国当然不开心啊 我是存心帮你忙的 你拿这个来 背后想要砍我一刀啊 所以两边就是因为萨德导弹 开始关系变坏了 是 然后这个韩国也不让步 嗯 然后这个因为韩国的这个那个那个 那个朴 那个怎么念朴还朴啊 胡锦惠 对 朴槿惠 朴槿惠 对 我不晓什么那台证据 两种印都有啊 是 朴槿惠是跟那个隐熙同样是亲美派的 但是没有像隐熙这么亲美 对 那所以他们总统经常一任亲美 一任不亲美 文在寅又是跟这个朝鲜这边 关系会比较好一些 他想的比较和平稳定 来处理这个问题 嗯 所以朝鲜问题 短期内 可能无法解释 北韩也一肚子 一肚子 这个 气了 气了这个滚烫的热水 怎么说呢 你以前南韩讲的都不算数啊 真的 南韩换个总统很多都不算数 所以啊 那北韩自己也一刀的问题 所以这个 这个我是觉得拜登愿意跟金正恩见面 这总是好事 嗯 因为未来他竞选连任啊 你那问你 问他 俄罗斯你也没搞好 乌克兰你也没搞好 中国你也没搞好 北韩你也没搞好 那你光把日本韩国搞好有什么意义呢 你就美国立场有什么意义呢 好像是哦 是啊 嗯 伊朗最近有说要开始重启 但是好像也没那么好啊 对啊 也没什么好啊 对 也算是伊朗就是在中国那边拉拢抽合 跟沙特好一点以后 那以色列也觉得哎 这不错的方向 是让中国安排 可不可以跟巴勒斯坦 慢慢合款下来 是 所以中国是和平公式 美国是战争公式 那战争弄了老半天 你没有解决问题啊 那到时候在你竞选 连任在哪里 哎 老拜登先生 请拿出你这段时间的成绩单 他会讲说有啊 我有去哪个海滩度假啊 我有去哪个岛屿上度假啊 好尴尬啊 对啊 拜登很离谱到什么程度啊 嗯 美国总统度假是自己欠就好啊 他没有上市嘛 嗯 他度假占他的上班时间三分之一 加上国定假日超过一半 哎 这全世界最爽的缺 哈哈哈哈 有这么爽的缺吗 一年上班一半就好啊 嗯 所以你没有成绩单 所以就开始想要说跟 竞争跟谈一谈 说他们各退一步 那有关于 这个朝鲜的核的问题啊 制裁的问题啊 一起解决 所以他开始想要 找一点成绩单出来 至于这个说 这个大卫营的这个什么原则啊 这个 这个听听就好 会不会把台湾 不排除会打插边球 嗯 对 那这个跟大陆立场是 完全难免北撤 大陆是说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李尚福前几天在莫斯科的 这个国际安全会议 他特别提到这件事情 就是说 不要在台湾问题上面玩火 不然毕中将失败 然后我就看到 拉夫罗夫突然跳出来讲说 西方人就是虚伪 哈哈 你看他们是什么 要假装承认 台湾是一个国家 然后所以才可以给他武器 西方人就是虚伪 还说什么他们是 就是谨守一中问题 一个中国的原则 虚伪 就发现 所以其实 慢慢的在中方 俄罗斯跟朝鲜 是另一个 对于美日韩的一个 另一个对 对的这个窗口 特别是也就在这个时候 中俄的11艘的军舰 首度同时穿越 公国海峡 日本这边呢 他们是完全在警戒的 当然在这个时间点啦 有人是说是跟美日韩峰会有关啦 台湾媒体比较多是说 我跟你讲 有可能是跟赖清德有关 因为你看看赖清德18号 他要回到台湾来 雷根号就在18号 现在在我们的东部外海 到底哪一个有关你怎么看 因为这11艘军舰 其实是之前从北极这边 阿刘申群岛附近回来的嘛 你怎么看 这个也 这11艘军舰的联合巡航 一直在进行中啊 他们也听过啊 那你刚才讲说 跟川普有关 因为川普被起诉了 所以他们去挺川普 我是觉得台湾的媒体很搞笑 因为绿媒一定要把这个赖清德 到美国去访问 过境啊 要把他说的非常像英雄 那么很壮烈 你看他一出去 你看解放军东海沿袭 中俄又军舰巡航 你看赖清德有多重要 雷根浩也来了 对雷根浩也来了 雷根浩也来了 多重要 这是非常搞笑一件事情 第二个 跟什么大卫营有关系 都没有关系啊 这11艘出航用 能够放的途径就那几条 就像说你到童话街去烙 烙来烙去就那一条街啊 童话街台湾有名夜市啊 对啊 他不经过公古海峡 不然他经过哪里 难道如果他真的存心要经过 就经过金清海峡 去看金清落日 金清海峡在哪里呢 就在北海道跟日本的本桌 中间那个只有好像五公里 五公里啊五海里啊 一个海峡最窄的地方是这样 那为什么你说讲说 那个不是有领海怎么可以过去呢 因为日本政府自己宣布 那边是国际海域 照道理他是可以当做内海来处理 不准其他国家的军舰 所以他宣布成国际海域 那军舰当然可以自由航行啊 以前解放军也经过啊 那这个为什么日本 会把金清海峡 列为国际海域呢 因为是因为美国 美国是说啊 我是谁啊 我是暂点军耶 我通过金清海峡 还等于日本政府的同意吗 那日本就乖乖的 我就把他宣布成国际海峡 那日本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 中国跟俄罗斯的军舰 也要通过这个海峡 所以中国算客气啊 上次是经过中国海峡 中国海峡是北海道 更北啦 北海道跟那个千岛群岛 中间的海峡 那现在是回城了 以后走宫古海峡 也算客气啊 那宫古海峡 从有史以来就是国际海域 因为他宽180公里 比台湾海峡还要宽 是 那所以呢 这一趟这个绕回来 到底对于之后 日本这边当然是警戒啦 对不对 那所以他会不会也因为 这个时间点发生了 这么样一件事情 然后呢 就在这个美日韩峰会上面 再加上一笔 不知道啊 我们这个峰会呢 基本上即将要展开 我们就是希望静待 来看看他们到底 最后达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不过呢 话说回来 我们其实呢 在看到习近平 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了 他今年出访 哎目前才第二次出国 那去哪里 要去南非参加金砖峰会 同时主持中非对话 您怎么样来看哈 因为这次金砖峰会 大家讲最重要就是 要明确的制定入会的一个标准 那另一件事情呢 则是很多人在讲说 是不是要催生所谓的金砖货币 那一个路径就是抗美元啊 就是希望不要再使用美元了 但是呢 也有人的想法是说 哎像是之前啊 这个金砖支付 他觉得说 你要是什么金砖 共同货币荒谬啊 金砖国家 这里面BRICS 里面有谁 有中国跟印度 这两个就不合啊 这两个人就不合啊 他们的基本国家利益 就不一样啊 所以 基本上要他们达成任何协议 是很难的 你怎么样来预测这一次的一个金砖峰会 还有这次习近平 他亲自要去南非 你觉得他可能还想要再做什么事 应该是顺其自然啊 因为人都嘴杂啊 意见不可能一下子很容易一致的 你看那么多国家参加 怎么可能达成什么 很细腻的一个基本原则啊 那话题上归话题啊 习近平主席去就是一种外交工作 金砖峰会成立这么久了 当然有一些局部的成果 比如设了一个新开发银行 那可以让各国之间啊 中央银行如果一下子缺外汇的话 可以做一种互换 做一种调度 做一个协调 那初步是有发挥一些局部的功能啊 但这个局部功能啊 在中俄之间是有发挥 或者在这个可能中国跟南非之间 也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 因为好像交易量也没有特别的大 那如果未来有 沙奥地阿拉伯加进阿拉伯国家 那这个资金的流动会更重要 比金砖峰会如果没有实质的资金流动 经济合作的话 它的意义上就是算是比较宣传性 有点像那个什么G7啊 集团体啦 就是大家开开会啊 见见面 然后对一些临时的事情做沟通 那看能不能促成一些基本原则 就这样子而已啊 所以金砖峰会你就把它看成一个集团体 比较大型的G7跟集团体 那要不要成为什么共同货币啊 我是觉得金砖支付讲的不无道理 当然也没有到方便的地步 因为你现在金砖国家组织 底下的新开发银行 它的规模还没有IMF那么大 虽然说成为一个小IMF 那IMF即使运作到今天 大家也没有那么满意啊 可是至少它这几个有钱的国家 他拿钱出来嘛 可以做货币的交换 甚至还可以成立一个特别提款权 特别提款权就是说一栏货币 就要求各个有钱的会员国 把钱拿出来 然后在里面做共同贷款 可是他不是说你拿美元 我借你美元 他不是 他只是在中央银行之间运作 没有跟一般民间商业运作 所以他每个中央银行 都拿出一笔款来 比如说美国拿多少 日本拿多少 德国拿多少 那德国拿欧元嘛 中国拿多少 中国也拿人民币 那就一篮子货币 那他就定一个叫做特别提款权 叫Special Joint Right 大概是SDR 然后这样的一个制度就是说 我的特别提款权是一个货币单位 那他的涨跌 是跟各个货币的涨跌联动在一起 然后你要借钱的话 我就借你SDR SDR 所以你借的时候是一篮货币在借 不是说我单借美元 但什么 可是运作起来好像已经几十年了 也没有看到什么了不起的成就 也没有 倒是有几个国家陷入财政危机 像欧洲五国啦 IMF去救 还是给欧元给美元啊 他也没有在SDR上运作太多啊 因为真的在有危机的时候 SDR都运作不动了 那金砖国家要走上这个IMF的模式 当然成功几率不大 因为这些都除了中国现金比较多以外 其他印度没有什么特别多的现金啊 还有南非就更不用讲啦 所以那巴西现在苦哈哈啦 所以当然要凑整这个SDR 或者什么其他的货币 没有他那个经济基础在那边垫着 可是有一个东西是可能成型的 就是扩大人民币的国际化的空间 因为大家都金砖国家会议嘛 成员国越来越多的话 那中国要做 如果真的有心往这边走的话 就有几个动作要做 他要把人民币啊 在海外的使用放宽 因为现在限制还是很多 第二个要使得这个中国的企业 跟中国的这个政府机构 所发行的债券 在国际上能够高度的流通 而且有高度的国际信用 像现在中国大陆在香港 发行了一些房地产的债券 总共有46支倒了44支 还有两支没倒 那中国企业的信用 大家会看破所缴啊 所以我就跟中国大陆很 一再的呼吁 你剩下那两支 你最好把他护住 要不然人家以后说 买中国企业的房地产债券会全倒 那这个在国际信用上很差 那所以所谓的美元的霸权 其实不是完全靠美军 他是靠美元 美债跟美银 就是美国银行 那你中国如果把中国企业的债券 的信用 国际信用做好 你在香港都会跳票 你在几家国家谁相信你呢 这是个现实问题嘛 那再来就是中国的银行 中国的银行啊 现在在国际上的金融界运作的 这个量还不太大 所以每一家银行都很大 是因为中国国内的规模大 并不是因为在海外的规模大 那这一点要加强 那如果说 你今天在印度新德里啊 印度什么卡里卡特啊 大城市都找不到中国的银行 你那边并什么国际化 像全世界你大概每个大城市 都找得到美国银行嘛 流通的问题嘛 对所以你金砖国家要想办法 让这个中国的银行 在每一个金砖国家的大城市 都有据点 自然就会不是问题了嘛 那可能目前还有一些困难啊 有一些困难 所以与其这个做共同货币 比较容易成型是人民币 那人民币要成型 人民币本身要持有很大量的黄金 目前在2000多顿不够 这个博士又要开始再讲了 黄金拿美元干什么 拿黄金才值钱 才有战略上面的意义 战略上面的意义 对